在五威麒麟山东部的山川摊地交汇地带呢 有一股特别的清泉 并且常年不干涸 汇聚成缠缠不息 东部结冰的墨嘴之神泉 用这股泉水饲养的活鱼 灌溉的蔬菜特别的美味 做出来的每一道料理呢 都像是浑然天成 眼前色泽花纹亮丽的梁州大月饼 更是让人惊艳连连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墨嘴子神泉山庄 它就在墨嘴子汉墓的山脚下 开车不到十分钟的距离 那就来问一下老板 为什么会这样子取名 主要是一个是墨嘴子汉墓区 墨嘴子比较有名 再一个其实墨嘴神泉山庄 所以我们今天中午来这里吃饭 就是要吃它特别的两种鱼 红种鱼金种鱼 那为什么当初会想要 养这两种鱼在这个地方 主要是红种鱼金种鱼 一样加这个这个 叫尸首 它们对水也很挑剔 水也很挑剔 水只清澈 然后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 其实外面就是老板您自己养殖的 特别多 您大概养了多久的时间 有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对那整个山庄的环境特别好 大家是不是去了汉墓群 就会下来这边吃饭 吃饭 平常人很多 平常人很多 红尊鱼金尊鱼 都是属于冷水性的鱼种 对于水质的要求非常严格的 它有着清洁不染的特性 您建议我先吃哪一个 吃金尊鱼 金尊鱼先吃吗 为什么是金尊鱼 金尊鱼 洋色是黄色的 在一个营养家里比红终鱼高 这个辣吗 不辣 看起来 它有刺吗 刺手 卡滋卡滋的 好脆哦 好吃耶 它是有一点点小辣的调味而已 那平常除了这种做法 你们还会用别的做法吗 还有清蒸红烧 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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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道就是汤对不对 里面也是红尊鱼 里面也是红尊鱼 我先尝一下这个红尊鱼 是 它们两个味道有什么不一样 味道 是不是差不多 就是一样价值不一样 金尊鱼的一样价值高 这表皮好脆哦 表皮特别脆 吃一下这鱼肉 好好吃哦 鱼肉很鲜 就是新鲜的吧 刚出来 就是新鲜的 嗯 米烫红尊鱼 是这儿的招牌菜之一 有着五味 新旧兼容的美味 你中间有一个非常抢眼的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是梁州的月饼 我们月饼是这样子 你的月饼是这样子 这是圆点 这个月饼 就是梁州的特产 梁州特产 它的特色就是大 大所以有意思 还有外面很鲜艳的色彩 看了就很开心 老板你拿大菜刀切吗 大菜刀切 我好紧张 它很厚实哦 很多层 这不用大菜刀 应该是切不下去的 这个有几层啊老板 七层 七层 切完这个感觉都要出汗了 好 切完了 切完了 好 那我就拿一块起来 我拿个稍微小一点 稍微小一点还是很大 它很厚实哦 我现在拿起来要整个手去 哇 其实里面就是三明治的概念 对 那其实就是三明治的概念 都是一些料 对 那一般吃的时候 我是一口咬吗 吃妈妈去了一口 我还是可以慢慢吃的 去慢慢吃 好 那我就吃一个月饼给大家看 好 它不会很甜耶 但它是 它不算甜点吗 不算甜点 它不是一个甜点 甜点不算甜点 也不算甜点 哇 好特别哦 那大家如果有机会 来到我们鹿嘴子汉木群 看完汉木一定要来鹿嘴子 神泉山庄 找我们的老板 来吃红醉鱼 金醉鱼 还有吃大月饼